这就是见面的 怎么就勾丝了呢 太短了 你腿太长了 那个志鹏 如果我在视频里看到那个女的 怎么就骑到你身上去了 我把你绑起来 来来来 你干嘛呀 来来来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干嘛 这个女的她 我问她了一个问题 我说你玩过SM吗 然后她说 然后她反问了我一句 她说你喜欢SSM 然后她说你想藏4M的感觉吗 然后她就直接起过来 然后把我双手 然后就起在我身上了 哇 你们在喝酒是吧 对 在喝酒 这个女的你怎么认识的吗 这个女的是在积木上 就是家的 然后聊天直接就交到家里 来一些愉快 那你们第一次见面在那里 就直接在家 对 第一次见面就直接 我陪她 我抬到我家楼下 我去买了点烧烤 然后去全家买了点酒 然后直接就上来愉快玩 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她其实是一个很灰的女的 就包括你看从她的聊天之中 还有她刚刚开始跟我坐在那的时候 她在玩手机 她在玩什么 她在刷积木你知道吗 她在我面前刷积木 就是她其实是个就是那种玩家 也是很会玩的 对 很会玩的 作为男的比较多的那种 然后你就一直玩真一花大冒险 对 情绪高了的时候 那你怎么去升级这个关系呢 情绪高的时候就怎么升级关系呢 是这样子的就是 升级关系呢 就是比如说我会在大冒险之中去做升级 我会在比如说大冒险的时候 我说比如说 我会说你先把我当钢管 你在我你跳个钢管舞 我我就是钢管 你就是跳对我跳舞 对不对 这妹子在你身上扭动 对不对 扭动 你就拍一下她屁股 你说屁股扭的不错 你怎么跳钢管 没有说呢 钢管舞才分为两步 一步是不是 一步是之前的试表 对不对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才得试表 你这跟你的 你上下半身是不是刚认识 哈哈哈哈哈哈 刚认识 这好像在做附件 什么叫做附件 你这个 你这个 你差不多用了 是个脑块缺湿的那种 缺湿什么 那脑块缺湿的美 你们这个一为一的时候 你会放音乐什么的话 对 对 就是 就是你要把家里其实要布置一下 对 比如说乡村啊音乐啊灯光啊这些 好吃的好喝的都得准备好 这些都是装备 然后你最后的时候是怎么样就跟他做了呢 怎么跟他做了 对最后一步是怎么搞定的 最后一步就是 最后一步就是他就是看 其实那个女的她就骑在我身上嘛 骑在我身上 骑在我身上 然后我就说可以啊 但是你也要 我当然要你也要上来 对啊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我还做了一件事 这时候呢 我说我比较喜欢丝袜 我就把手机美团打开 我就让他一起挑选 挑完之后呢 我说OK 咱们床上等不去 买了一个丝袜 买了好多床 买了就是外卖过来的丝袜 对 对啊 就还给视频的兄弟们拍了个视频 啊 他175嘛 腿长穿丝袜就好看了 还渐变色的 我没有用过 这就是渐变的 怎么就勾丝了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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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短了 都不成功了 你腿太长了 是不是 啊 那个那个智宝 你觉得你在把这个妹子的身体 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是不是 最大的困难啊 那这就要提到一个很惊心动魄的东西 就是我跟这个妹子她玩了一半 然后呢 突然 又有另外一个妹子在疯狂给我打语音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那拍东西 然后我的手机就一直震动 你知道吗 我就不敢去接 我就把音乐调大了 我就不敢在那接 那那个妹子是谁啊 那个妹子是这样的 那天不是七夕嘛 然后正好我去太古里逛了 逛然后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女娃 她和女娃就穿的一身黑就很有品味 然后呢就是 我然后我就上去跟她搭讪吧 我刚 我刚刚在那边坐着 然后看到你 觉得你今天有点好看 想认识 我是来这边旅游 我也是来这边玩的 我是哪里人 我是福建的 待会儿我在东北那边 东北那边过来的 你呢 我是西安人 西安人 那你是一个人吗 我一个人 可以 那你来多久了呀 我昨天刚过来 那你很好啊 我前两天跟我朋友在重庆玩 重庆 我朋友他们去重庆玩了 今天太热了 我都没待过24小时来 重庆那边40多度 就太热了 主要是什么 那个你前段 你不刚来吗 刚来他这里正好解封啊 就很方便 但是我想那 可能这两天也要走了 去哪啊 去西安吗 啊 你在西安那边 可以啊 那咱们可以一会儿去 咱们可以一起逛逛 你有事吗 我没事 我是在逛 行啊 我把东西拿了嘛 你不是赶紧的什么用吗 我跟他说个消息嘛 我要抛弃他了 不好啦 没事 我去拿东西嘛 我去拿一下东西 我发现我 发现他其实反应挺好的 我就是当时我就说咱俩去逛一逛 我把我兄弟抛弃了 我就跟他逛一逛 太鼓励了 在我华盖斯那边喝了点咖啡 然后可怜咖啡 然后我就给他敲定了 说晚上咱们要回去喝酒 那你去补个酱嘛 我回家收拾一下 我今天出门我都没有收拾 我都很邋遢 我带口袋我不敢摘 很丑啊今天 一会儿咱们晚点去吃点东西嘛 怎么样 这其实又是有个技巧 这个女娃她是什么情况 就我给她分享一下 这个女娃那时候跟我喝咖啡的时候 她说她好困嘛 她大一的嘛 一个波音的 家里也有点小钱 然后她就说她来成都旅游一天 然后她那时候她就说她很困要回去睡觉 然后我就拿起她手机 我给她订了 我说你睡三个小时够不够 她说不够 然后我说OK 我订十点半的到处 我给你订三个 OK 然后我就拿她手机订了五个 OK 我就交给她了 说那四点半一见 四点半 结果四点半你在干嘛 四点半 四点半 然后十点半 我再跟她另外一个玩耍 他醒了 对 他醒了 他肯定被闹钟操醒了 然后呢 这时候就想到我了嘛 七夕嘛 夜深人静 对不对 就想找你玩是吧 对 就想找一个人玩 然后呢 然后那时候我就我得首先我得装死 对 然后她怎么就知道 就她就 因为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 呃 她醒的时候 她还没来的时候 我在跟她聊聊天 我在跟她聊天 就是女三就是这个 来到我家这个女娃 她还没来的时候 我其实在跟这个女姨已经她已经醒了 我俩在聊天 聊聊聊 然后呢 她说太远了 我给她发了我家定位嘛 嗯 然后呢 她说太远了 然后呢 说确实太远了 但是我家有好吃好喝的嘛 对吧 就是惯用的 后来我就没回她了 嗯 她说什么 因为我那住的地方五分钟都很远 我就不回她了嘛 嗯 然后呢那个女三来了 就一直聊天 我就没打理 然后后来我一条疯狂给我打理 然后原来发现她已经杀到我家楼下了 是吧 对 就是在你家的那位 嗯 你说是女三 对 她是女一 对 那女二又是谁呢 女二是 女二就是我跟女一不是在那个喝完咖啡吗 喝完咖啡大概七点多左右 嗯 然后七点多左右呢 这个时候呢 我为什么急着跟女一分别呢 因为这个时候 女二她在我家楼下等我 女二怎么又到你家了 这个女二呢给兄弟们介绍一下 这个女二她是一个公司的高管 然后她 她也她个子也很高 然后那天穿了个超短裙 我穿了个小高跟 嗯 比我都高了高了几厘米 嗯 然后她也是积木上认识嘛 就直接叫来我家 嗯 对吧 也是直接外卖过来 嗯 然后呢 然后呢她就我给她发了我家定位嘛 然后我跟女一在那聊聊嘛 嗯 本来我就想逛逛直接走 碰到女一我就跟她聊久一点 她直接已经到我家楼下来等我了 然后呢 我就匆匆忙忙我就赶紧跟女一分别了 我就赶过去了 赶回家去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跟她在那 在我家楼下吃吃了个饭 然后就去喝了点小酒 嗯 对 她歌都好好听啊 这个角度有点好看耶 就你这样子然后这有几根头发啊 把眼睛遮住 我想给你拍一个 这样子 真的啊 喜欢好看 这怎么自拍的 小路坏了 好看 不是不是 你要相信我 来来来来 然后呢 然后呢 后来到我家楼下不肯上 你说我脖子上了 有个草莓 草莓又怎么回事 草莓是前几天的一个 这个大三的妹子她中的 中了一圈 你好复杂啊 然后她就不愿意上去 对她说这个中的太明显了 然后呢 她说等什么时候消了再来找我 然后她很有洁癖 对 然后呢 她就走了 然后呢 我赶紧去便利店买了个房间贴着 因为我一会儿我要见女三了 对 所以说你在见女三的时候 这个女医 给你谈语音 然后她还来找了你 对 她为什么给我谈语音 因为她已经在我家楼下等我 又在我家楼下等我了 他们怎么都知道你 就你家在哪儿呀 因为我发定位了呀 我发完定位的时候 那我跟她聊两句我就消失了 然后女医 她们俩就直接上来了 然后呢 病毒到你家楼就楼下了 对呀 所以说我那时候跟女三玩了一半 我想没有办法 她都过来了 我就想的正好嘛 你要打斗地主 我挺想打的 但是人家比较年轻嘛 没有受过这些训练 专业训练 那后来我就这个 我跟女三说我下去买个矿 我给你买个矿泉水 我给你买个牙 我给你买个牙刷 对 然后我就赶紧下去 我就女医电话接起来 然后我才知道她在我家楼下 对她给我打了五六个语音 对就是来搞事情 对啊就是来搞事情 我买了冠军的时候 我赶紧放楼上 我穿了个鞋 我说我碰我家有事 我得过去 对 然后跟女三说 然后我赶紧下去 到我家一个小锦巴去喝酒 你还去你家里面有一个 你还到下面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在楼下喝酒 是的 对 都喝了好几天 你聊了啥的 因为她在楼下等我大概得有十五分钟 她一开始她其实就是要 就给我甩脸 因为这种小女生 家庭比较好小女 给我甩脸 我在那哄她 我在那哄她 我说你等我这么久 我一会吹一瓶吗 她说 她说 她说一瓶 她说不行我要走了 我说一瓶 不行 然后她说我要走了 我说一瓶太多了 半瓶子 她说一瓶都太多 OK 然后我就把她带过去喝酒 然后主要也就是纯喝酒 因为这个女娃她 等了我太久了 对 等了我太久了 然后因为一是她等我太久了 二是我不想跟她耗下去 因为这个女娃她不能拍给兄弟们看 对 所以我跟她聊得比较快 聊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你为什么要聊这么快呢 因为家里这个还有一位 对 还要给兄弟们安排丝袜呢 然后你把送走了 没有 其实不是说可以送 其实我感觉也是有三四十的 二三十的几率是可以高的 因为是这样 就是我跟她喝了一会儿 所以我俩全程没有对话 就是全程没有很少的对话 基本没怎么说话 但是我一直在给她灌输一个东西 就比如说我就先问 因为她刚上大一嘛 我就问你是不是处女啊 我不喜欢跟处女玩的 我不是处女 我说那还可以 然后呢我说一会儿喝多了 我去你酒店嘛 然后她一直反复跟我强调不要去哦 不好吧 不要去 嗯 对 然后呢 然后呢我那时候想了一下嘛 其实是她女生这样子说嘛 嗯 她一直在强调说不要去不要去 如果说她真不要去 她很干净一说就跟你说不要去 嗯 所以这其实就是女生她其实浅诚意思乱 她其实还是想你去 对想我去的 对 但是我听她 因为我那时候脑海就想了一下 去了酒店 去了酒店也就是搞了兄弟们看不见是吧 我说好那就不要去 OK我长头 我说好 你赶紧走 OK我就长头我就赶紧回去了 你这个就没有泡品 你想想别的一个女孩子 七夕来成都旅游 一个人被你晚上订了十点半的闹钟醒了 本来想着今天晚上可以搞点事情 结果遇到你这个坑爹祸 不要走不要去 哎呀就不要去 我就走了 然后我就回家去给女生安排swatch 你回家是那个女生没有说你什么吗 女生没有说呀 女生没有说呀 她就是她在那边看电视嘛 对 你的家有一个陌生人在家里面 然后你出来约会 我出来我在家楼下约会 然后她也没有说这种话 她就说怎么回事嘛 这么久 对啊我就说朋友喝多了 对 然后呢你最后一步是跟她怎么样搞定的吗 最后一步就是其实就是 就是我就是开始比如说 因为我跟她回来之后 我发现她愿意等我这么久 就说明我前面跟她做的铺垫 新已经做东西够了 所以我后面其实就再继续跟她做研究 这时候我其实就大量偏向了 对 对 然后就比如说做一些新的大冒险 新的一些话题 对 比如说就像聊到那个SM 她那时候提到我身上就是我回来之后 对 然后就是到床上去了 就直接抱在床上去了 没有啊就是 就是刚才说了嘛 就是我说了嘛 你我今晚你要我做M OK那你也先做M嘛 对啊 但是我喜欢丝袜 我想给你安排一下 那个尖变色很好看 然后你安排了之后就直接上了 对 安排了之后 那她怎么样 就是我最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就性冷淡女的 她的口感都很好 假装性冷淡 假装性冷淡 你还是不行 你不行 假装性冷淡 他要遇到别的男的 没有的男的说 这个女还是很顺 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跟我说性冷淡 然后一一走 哎呀 就不一样了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